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腾丽明这天出席爱回家的活动 和演员打成一片 连阿腾自己 都不知道是怎样弄出了额头 可能碎片肥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突然觉得有点痛 摸摸摸又没血 又好痠没事 然后又有点痛 然后记者说我挺重要的 最近阿腾也在拍《驼窗师者2020》 她和朱咪咪 还拍足五辑《驼窗》系列 其实我和她 她一路数相当年 数到导演都害怕了我们 就是够了 你们拍戏了吗 你们还说 你们还说 还有很厉害 就是当年的导演 有些导演 也有出现在这部剧中帮忙 那些感觉都回来了 当天拍摄那个《驼窗》 或是怎样的时候 那个导演也在 抹记这些事情 大家聊天都很触碰 之前阿腾还铺了她和朱咪咪 黄美琪的合照 网民都说 她们的样子没有变过 其实美图这件事是挺伟大的 Mini当然没有变样 计算也是一样 我觉得挺佩服的 一个人可以用发型 用到二十多年之后 我见到那些广告都好像用了发型 都挺厉害 她们真的很标记